越南总理阮春福今天访问白宫 与此同时 白宫的门前聚集了数百名人权和宗教活动人士 要求释放在越南境内遭监禁的良心政治犯 并敦促美国解决南中国海的问题 下面我们就连线现场记者鲍容 请他来介绍一下有关的情况 鲍容 平章你好 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在白宫北面的拉法业广场 那么在这个越南总理刚刚 阮春福刚刚会见川普总统的同时呢 在白宫外面是聚集了大概有数百名 这个越南裔的美国公民是在进行抗议 他们要求这个现任 现在的越南政府是释放他们这些监禁的人权活动人士 宗教自由人士以及新闻记者 并且呢要求是美国呢进一步 能在这个南中国海问题上有所作为 那么我们知道呢 这个1975年这个越南的内战之中呢 这个南越政府呢是 南越政府统治下的这个将近100多万的越南人民 是流亡到了美国 那么我们今天刚才看到这些抗议人群呢 也就是他们这些流亡的越南人民 以及他们的后裔 那么他们是穿着这个带有越南改革党 这个这样的这个T恤 以及那个他们还挥舞着这些 这个当年南越政府的这个旗帜 他们的要求呢就是说到现在的这个 越南的共产党政府 他要求他们释放这个在压的这些维权人士 这个人权人权卫士啊 以及这些宗教自由活动分子 还有这些新闻记者等等 那么呢我们知道刚刚我在新闻里 也是听到了这个阮春福总理和川普总统呢 是已经谈到说要希望这个美越两国 能够扩大这个双边贸易 不过呢这些抗议的人群呢 其实是提出了不一样的声音 他们是指出呢在这个越南政府释放这些 在压的政治犯呢 这个解决人权问题之前呢 美国不应该在贸易上 给这个越南政府太多的好处 尤其是在军售方面不应该打开这个限制 那么我们这个越南的这个改革党呢 这个前昨天也是发布了一个声明 他们是说这个阮春福防美前的 越南是刚刚打压了一批和平活动家和维权人士 声明还指出呢在短期内 美国或许能与越南建立贸易关系 但是如果要建立一个符合美国利益的 长期的全面的关系呢 则需要一个公开和自由的越南 那么在我们刚才也听到这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就是TPP方面 声明指出呢 越南政府是迫切希望与美国总统达成 这个自由的贸易协议 但是为了确保公平的贸易呢 越南需要尊重工人的权利 另外一方面呢 也希望这个停止审查 美国在越南的这些互联网公司 因为他们认为这样一个审查 无异于这个一个贸易壁垒 除此之外呢 那个我们知道 越南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 是实行了这个经济的改革开放的 这样一个政策 不过呢 在现在为止呢 他们的这个言论自由 依然受到了一定的 这样一个打压 在这个 总部设在美国的这个人权观察组织呢 发布的这个2017年 世界人权报告中就指出 越南呢 在2016年这个人权状况 也是非常的严峻啊 这是有很多越南人民的集会啊 结社自由依然受到限制 并且呢 他们的统计是 这个在2016年至少有19人是因为张贴博客文章 或者是倡导这个人和平倡导人权 而被判处这个20个月到9年不等的徒刑 那么在刚才提到这个南中国海方面呢 我们知道美国总统 川普已经是退出了TPP 而且呢 美国的近期的也是 川普总统也是一直是主张 一定要把这个重点放在美国建设上面 那么这样呢 就让这样一种趋势呢 就让包括越南在内的 许多东南亚的国家 他们是一方面希望和美国 继续保持这样一种合作的关系 希望从美国方面寻找支持 但另外一方面呢 也不想放弃和北京之间的 这样一个友好的和平关系 那么在越南方面呢 这样有这样一个趋势呢 是近来有一些明显 那么我们看到是 最近的越南政府呢 是罕见的是承认了一个中国的政策 并且在一带一路项目上呢 是和中国的又进一步加深的合作 那么今天呢 这些抗议的群众呢 也是对此有所不满 他们认为呢 这个越南政府呢 应该在这个南中国海问题上啊 积极地维护越南的主权 另外一方面 他们也是希望美国 尤其是这个川普政府呢 是能够进一步在这个 遏制这个中国在南中国海的 这样一些活动上面呢 是有更多的作为 好的 谢谢暴容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大家好 谢谢大家